当一个人的生命走到尽头 特别是非自然死亡案件 死者遗体就是无言之正 而法医就是解开生死之谜 唯一能够为死者发言的人 曾经担任法医近30年的阿米顿 为重大起案等等3万多宗的案件 从细节当中寻找破案思路 就算这份接近死亡的职业 曾经给自己带来灵异事件的困扰 但他在解剖之前 还是会与遗体对话 给已和生者的同等尊重 对所有逝去的生命一视同仁 无论是这死于非命的凶杀案 还是死于意外 在解剖遗体的时候 直视那些惨不忍睹 失手分离的尸块 不是常人能够轻易胜润的重任 单队曾在皇家警察部队 担任犯罪现场调查部 前组长的阿米顿 这些血肉之躯 见识死者断气前留下的最后证言 无声透露着破案的关键 在近30年的法医生涯中 阿米顿未超过3万宗刑事案件抽丝剥茧 当中步伐惊天悬案 比如2003年的华裔少妇 王丽娟的鲁人奸杀案 2006年蒙古女郎 阿旦杜雅诈尸案 还有30年前 夺走近50条性命的 雪肉弹将高峰塔倒塌残局 那有很多颗子 这些人復典的 互议和白奸 又有很多颗子 那些人復典的 选择 最后院里的 居民和 我們要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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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錯綜複雜的案情 法醫不能單憑一己之力還原真相 各領域專業知識的合作 才是破案的關鍵 阿米頓以蒙古女郎案為例子 當年團隊耗時十天之久 在案發地點調查並搜證 現場還有炸彈製造 爆炸等各領域專家 群策群力 阿米頓接受 首要媒體記者的訪問時聲稱 曾有一次 他完成了一宗謀殺案的任務 結果在回家途中被幽靈騷擾 儘管這份職業伴隨著恐懼 但每一次執行任務 阿米頓都會和遺體對話 即便眼前的血肉之躯 已經沒有生命氣息 但是法醫給予生命的尊重 他們會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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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們會保障 他們會保障 面對冰冷甚至面目全非的遺體 阿米頓和其他法醫 都必須具備堅強的心智 並且抱著助人之心 執行每一項任務 阿米頓如今已經退出調查前線 過著平靜的退休生活 但還是不忘提醒民眾 別在執法人員抵達之前 擅闖案發現場 免得影響調查工作 楊illes 顺眼 不容工 遺體 呢 這мер